2015年 这是我们第一次亲近全力在全国地坛时搜寻 找到这16位充满潜力 怀揣偶像梦想的少年 从第一篇章《觉醒之日》开始 李宇春舒淇这两位少年掌门人 将带领他们穿越12轮的比拼 只有获胜的那一队才能获得正式出道的机会 成为放重瞩目的偶像天团 在第二篇章《精进之门》开启之后 全新青史的四组三人战队 在少多的比赛中以水元素偶像任务 与舞台秀以柔克刚激战正寒 武嘉诚 武嘉诚 韩慕博 如愿第一 彭楚岳 白树在肖战加入后暂居第二 陈泽西 夏之光 冰俊杰排名第三 郭子凡加入烟许家赵伟后意外垫底 这一区的主题是童年 在本期中 我们将以童年作为影子 向掌门人与少年提出配音挑战 同时呈现同主主义舞台秀 他是谁 我是你们的大BOSS 欢迎坐在宇宙银河的火箭队 越近的人生越来回忆 少年们将迎合一会 无忧无虑的昨天 如何在男孩 少年和男人之间完成递进欲成长 好像每个人都好有心事的感觉 我也知道这一周你们发生了很多故事 今天要说我排练 去校 只是希望他能够给我点改变 如果我们定了少量级的方向 不可能去柜子说Rap 最为组合的交流感害人 直接把你们推上一条四 则小心脏瓷受不起 十二位少年中有两位少年被血藏 四位少年面临分拆 每一段生命都是最好的时光 加油吧 少年 你们现在的累计 组排名是第四名 我第一下听到的时候还是有点傻眼 结果出来我们大人都是很惊讶的 挺失落的 可能是我的运气影响了我们整组的运气 你们都知道背后的这个排名 对你们组的少年来讲意味着什么 也都知道每一次的累加意味着什么 那么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说吗 两位掌门人 有意料也有希望吧 在真人修的部分我们会更加认真的去面对 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我觉得我还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 就是说如果我们订了小王子的方向 他们就万变不离其中 他们怎么样都不可能是去跪着说rap 我就想他们去改那个崇阿飞 还比较的就贴切 担忧也是真的有担忧的 但我每一次都觉得他们可以拿更好的成绩 我觉得这个分数就 就是上不去 你们这首歌 如果是今天刚才是这样讲的 你们就不可能翻身 刚才也许在从头到尾就这样看 我觉得你们都没有把这事情当认真去做 没必要错 就这样吧 就是不断地提醒你们是第四名 第四名 然后你们很危险 你遍一遍地提 就会好像就一直在耳边重复说 你这事怎么怎么样 他们这组可能需要加量 我觉得我要花更多的心思吧 训练状态就是还挺好 但是遇到了一个没有预想到的状况 为什么春泽心里要 要离开这个团队呢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 这不是游戏那么简单 所有选手不得失智 单独外出 你们所有人都欠了这份汗 这代表你有个承诺 所有的兄弟因为你被惩罚 如果今天不是发生在陆镇的节目过程中 是未来我们的演出过程中 所有人要陪泽西翻这个世界 这可能就不是一个面部事件 而是个公众无论事件 你不要认为我们进了这个节目 就可以不离开 我从不认为这个赛制 就可以左右一个人的生存 当时听到结尾的时候 就觉得挺崩的 我是特别担心 我必须要去帮助他们 你们不遵守校鬼 这必须承担不遵守校鬼的后果 你们这一组人 今天所有排练取消 时尚的节目 减习 时尚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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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 由更解渴更好喝的 小妖语尊炎 独家冠名过程的 燃上的少年 让我们首先欢迎 BOSS团 金牌话筒 向上 燃上的少年 从心走言走文艺 暖东 必备佳聘 谢谢各位 时尚女王 苏玛 今天又准备了礼物 大家说说送给谁 超级推手 龙丹丽 不怕你有缺点 就怕你不愿意改变 我们期待你每一次的进步 接下来有请少年长人 李玉春 苏琪 这个礼拜你们都完成了 可以赢任务 而且完成都还很不错 感觉如何 我很惊讶 因为我想不到那个 小豆豆 你叫什么 小豆豆 我想不到小豆豆 他配拉伊莫配得那么像 我其实也挺惊讶的 因为我觉得配音 并不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工作 大家好像都玩得挺开心 而且效果也非常好 小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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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组完成动画片的配音 配音任务的最终得分 将由大BOSS全身来决定 两队通过抽签的方式 确定了配音片幕 书棋队将挑战功夫熊猫 熊出没两部动画片 而李宇春队将为 哆啦A梦 灌篮高手两部动画片配音 你觉得是吧 因为我会想到说 上一次这一组的分数 比较抗后嘛 他们再来配灌篮高手的话 我就觉得风险很大 我明白了 但是他们是第一名 就还好我觉得 那你就是云南画 山东 你什么 我就是搞怪的吧 是一个吧 是一个吧 赶紧泡沫 赶紧 帆大 去干嘛地嘛地 穿笑 穿笑 快穿球 刘斗峰 你个凶 不要这儿头来 刮瓦子 一五 到中间开 到中间开 要的 这次换我没有 来吧下 是安天下了 妈 大家可以给力啊 我们是走着方言搞关系 包括春春都过出去 都用方言来说 灌篮高手对于我们来讲 那个记忆太深刻了 而赵源满沛呢 不太能够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 穿风好帅哦 猫流穿风好帅哦 你们觉得这样可以吗 好像还行我觉得 什么 叉是这样了 你们两个到底对他干了些什么 你看 你不要看这个 你看这个 什么 上车这样了 你们两个到底对他干了什么 施账 好难啊 你要看着这个 那俺们是不是要把兔兔的头发给剪了 光光那个就把头发给剪了 这个要强调一下 剪了 对 你刚才以为过来配还挺点的呢 其实还真的好难 要卡时间点什么的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什么出没 其实因为我帮自己配音的经验比较多 有时候我说你们自己看着纸在念对白 跟你要看着电视是两回事的 可是你还是要抓他张嘴跟收嘴的那个timing嘛 错不了肯定就这样 绝不能让你跑 是不是也是你的 你必须四川话说呀 你还还冷了 对儿 二哥啊 哈哈哈哈 太搞笑了 因為其實對小朋友來講 他不需要聽得懂畫面在講什麼 可是你要引起他的注意力 所以就還蠻好玩 那那個功夫球嗎 我覺得都可以 我比較喜歡拼了這種 比較怪一點的聲音 怪一點 然後我平時喜歡看海邊寶寶 嗨 卡丁 太擔心 我們去抓水母吧 海綿寶寶 海盜星 海綿寶寶 海綿寶寶 海綿寶寶是什麼 海綿寶寶就是一坨海綿 我只知道海綿寶寶 其他我都不曉得 知意 幹嘛這麼謙虛 這真是人間美味 真的啊 你是怎麼死裡逃生的 彭楚略特別認真 因為他一個人要演兩個 還在筆記上面寫說捏著筆子配 這個其實對第一次配音的人來說 是特別聰明的一個決定 味道真的超棒耶 我跟你說啊 我爹的祖傳湯麵才好吃耶 你一定要嘗嘗很嘗嘗 傳說裝神龍大蝦是不必吃東西的 只需要一滴露水 開始去宇宙能量 就能夠活好幾個月 那我身體應該還沒有變成神龍大蝦 哈哈哈哈 趙鳳兒 這個不好笑嗎 是師父 當然是在學師父 不然咧 大龍從大牢裡逃脫出來了 我們還在這裡胡當 什麼 他即將前來奪取神龍秘籍 只有你一個人跟你說出來了 哈哈哈哈 很棒 這場不要拍 這場不要拍 不要拍了 看到我絕望的眼神了嗎 夢了我突然很想留點長頭吧 嗨 嗨 嗯不錯 蠻性感的 怎麼呢 還怕你入閒經受苦 我的內心幾乎是崩潰的 敬香我們做朋友吧 敬香 大小 多了A夢 來 藍胖子同學 給我吧 跑不掉藍胖子 藍胖子就是我的震盛 你變成藍胖子 你開心嗎 而不彈去嗎 給我一塊銅鑼燒再告訴你 首先做到不要遲到 電影們 快快快快 說出你想去的地方 然後打開門 快點 臭小子 你考的分數 你考的分數居然敢比我高 多了A夢 幫我想想辦法做胖虎一頓 隱身斗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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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第一次和我們掌門人一起合作 然後我覺得掌門人特別厲害 他模仿那個七七棒的聲音超級像 特別認真地站在那裡 就覺得特別可愛 好痛啊 多了A夢 時間放筋 蓋上這個就可以變回原來的樣子 用另一面蓋也可以變成未來的樣子 你怎麼撒謊呢小副同學 什麼可能 金香 大熊 早上好 你今天真早啊 換裝照相機 畫一套衣服的樣子吧 說茄子 大熊 快跑 快跑 完美 是不是完美 挺滿意的 我對我們配音效果挺滿意的 對 會有信心一點 有更大的把握拒絕回來 BOSS 我們可以審篇了嗎 可以了 現在 四組配音任務都已完成 並送交大BOSS 萱萱審判 究竟哪一組會贏得大BOSS的青賴呢 下面有請 新鮮棒子為大家揭曉本次任務的成績 剛剛新鮮棒子跟我說 她在今天的配音任務裡 最喜歡的是 謝謝 恭喜 彭楚月白樹小展獲得第一名十分 謝謝 提高 接高 揭曉本次任務的第二面 新鮮最喜歡的第二個動畫片是 赫萊馬 赫萊馬 正來 原請編曉得第二名 好 謝謝 恭喜我們的下季情況 本周动画配音的偶像任务的结果 其实是非常戏剧化的 分叉到进入到现场之前 只剩下0.5分 也就是说春春队的第一名 现在只领先一丢丢而已 对的 实际上应该这么说 我们的偶像任务的分数 加上今天BOSS团打出的分数 再跟我们前一周的相加的分数 我们在下一周 将会有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结果 你不要告诉我 因为我不想下一周的第三名和第四名 我不听 我不听 在下一周的第三名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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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听 第三期他受打击太大了 对 好长的一段话都没听懂什么意思 下周的第三名和第四名 必须面临分差和血仓 所以接下来比赛就要开始了 请你们准备好各自的出场顺序 今天用什么方式 猜一下我今天指甲油的颜色 今天你会是什么颜色呢 一个是 一个是什么 暗红色 一个是粉红色 她越是给这样的答案越难猜 因为暗红和粉红都很配她今天的照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专一的人 如果你有留意我前几期的话 暗红色 但是我又觉得你会猜这个 所以我也有别的想法 所以我也有别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是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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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近了 暗红色 还想我们来剪刀石头布 肯定是我猜对了对不对 不不不不 不要 粉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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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暗红色 她们肯定会要压轴的 她们肯定会要压轴的 春春 你可以决定你要开场还是压轴 那我就压轴好了 正好 请问舒淇小妹 今天你要派出的第一队是谁 其实我也有听过一首歌 叫《喜洋洋》 走吧 魏小狼带大家去玩去 所以我就先派出我们 充满同趣的少年 这一组 兵俊杰 夏之光跟陈泽西 坚持留下 引入提議 为什么陈泽西你要 要离开这个团队呢 我当时就只是想 见一个人 不影响到工作的话 应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 节目录制的时间 所有选手没有经过 如果我们一直下 不得失智单独外出 所有人都欠了这份喊 这代表你们的承诺 所有的兄弟因为你被惩罚 夏之光 冰君姐 陈泽西身为你们的团队人 他出去不见了 他也没有跟你说是吗 冰君姐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们少了一个兄弟 演还是不演 你们这一组呢 今天要所有排练 取消 今天要所有排练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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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泽西有点小失望的 他这样做也太严重了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分数 所以 朱光就特别替泽西着急 我没有想过事情会闹得很大 越到后面就是自责的感觉 越来越重吧 其实我欠他很多 他做我的掌门人 我觉得他真的是关心我 所以我就觉得 我应该给他一个很真诚的一个道歉 那个 上次那个 我那个 出的那个事情 想跟你深刻地检讨一下 他真的不需要跟我道歉 我其实还好 只是我觉得他必须要去跟 他的团员们道歉 因为他自己做错的事情 不应该让别人来转单 能想到我 会连累到这么多人 影响大家的休息 再次谢谢大家 很清楚 齊哥从第一期就把我跟泽西分在一块 我们就搬在一块了 我愿意跟他一起承担所有责任 支持我们的лиш队 扇磨大烟 后面的日子好好加一样 加油 加油 浇 我今天看到他們 他們都好像 每個人都好有心事的感覺 你沒有那種 開心跟享受的感覺 有點苦 就感覺你好像累了 還是怎麼樣 他如果不去走出來的話 那他們就會一直 陷在那裡頭 這一點我就是特別擔心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他們在舞台上表演的 是讓他們自己享受那個過程 而不是一種壓力太大 太比拼的那種感覺 有請陳澤熙 夏之光 賓俊傑 西洋洋 北洋洋 紅太郎 灰太郎 1 2 3 4 別到只死一只藥 好厲害喔 你從以為我變得不像 天空也為我變得更藍 白雲也為我變得更藍 別看我只是一只藥 你從以為我變得更藍 讓愛的同意在想藍 天才跟心情一樣熱鬧 每天都睡得太愛呀 我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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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羊羊 美羊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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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love is my love 有什麼你肩膀 我都不會去心想 有什麼我現在我 前面也不會錯亂 就算有了去穿 我找個臉書的心想 在什麼世界都愛跟心想 如同分享 我不要不能去掉你們的 我們來想比摩登賽吧 下面揭曉 看心能體驗 請搭上來 請搭 You baby 對 對 在 有什麼 là 可以前半走 不urg Aud宮 有什麼 sana 現在我們先也不esque 就算我的群伐話 就別當我最強 該什麼時間 就愛心跳動都會想 三位少年先跟大家來打個招呼吧 各位老師我們希望用我們 特別的方式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好啊 好啊 大家好 這個鏡頭 我們是跳跳虎 跳跳舞 為什麼要叫跳跳虎啊 其實就是他們兩個很能跳嘛 跳跳 然後其實我想讓大家知道我也可以有爆發力 也可以很虎 齊哥為什麼給他們這個跳跳虎選了這首喜羊羊和灰太郎 因為我覺得少年們 何謂少年 就是要純真 你想成為什麼樣的動畫人物 我 對啊 我要代表月亮來懲罰你 我要替月行動 消滅你嗎 消滅你嗎 懲罰你 那個台詞叫消滅你 有懲罰 沒有 消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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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離童年真的有一段時間嗎 好 齊哥 你有60秒的拉票時間 在我們正式做決定之前 你可以嘗試說服我們 拉票時間 計時開始 其實我真的覺得 因為光光跟賓俊傑還有陳澤希他們三個特別努力地在喜羊羊這裡想要表現出一種同趣 然後 澤希他為了灰太郎那個角色他其實捉摸了還蠻多的 那我覺得在這一次的時候我覺得他們的聲音我都有聽到而且特別好 那希望 BOSS們你們也可以感受到他們的努力 時間還沒用完你還可以繼續的 我覺得還蠻謝謝賓俊傑的 雖然說他是小豆豆那一組的 但他來了之後有提升他們的歌唱能力真的 這個小豆豆念得也蠻從容的 小豆豆 時間到 小豆豆 謝謝大家 現在是你有30秒的找茬時間 我其實今天沒有太多要找的 30秒計時開始 來 請 所以我今天感覺這個 設計 尤其是三個小朋友的加入 我覺得非常有亮點 然後三位少年就是會比較辛苦他們吧 因為 老實說這首歌就是跟他們不是那麼地搭 好 最後已經準備說到吐槽一句話了 但是呢他們一直在很努力地去完成他們的這個角色 所以就欣賦他們了 我非常簡單地來講三位在歌唱上今天比之前有進步 我其實說實話我覺得 澤西沒有那麼像灰太郎 以前我在印象當中灰太郎是猛蠢猛蠢的 他有猛蠢猛蠢的 你剛剛沒有看到他拍到那個 挺蠢的 因為他其實身上有很多就是華人ABC的影子 另外呢還有一個事情就是那三個小朋友真的跳得非常的好 已經好到讓我覺得他們強調了你們的光彩 謝謝你們 下一位 今天的感覺這支歌就是太低齡了 他和你們的距離有一點大 舞蹈上還得加強 確實小朋友跳得真好 確實小朋友跳得真好 很棒 我在舞台上的第一感覺是你們三個人 作為組合的交流感太弱 賓俊傑和陳澤西已經是大哥哥了 所以長大很容易回到崇祯是非常難 所以用三分多鐘一以關之的可愛和天真 來表達這個曲目的時候 我覺得直接把你們推上一條死路 我非常同意剛才大家所有的認知 我覺得小朋友比你們出彩 從來沒有這樣做 都是我的錯 我當然是覺得 我不應該把小朋友放上去 不要哭 我就覺得有三隻小羊在上面挺好 對 其實是很好 是好 當然我還是想說 我們要的是未來站在中國舞台上 一流的組合 我們從這個角度反過來來要求你們 成長我們更加看重一些了 好 下一期來是不要來的 講話好狠 好了 請把分數放入頭噴箱 謝謝你們一周以來的努力 謝謝 謝謝大家 說實話他們那一組表現 雖然沒有那麼好 但我覺得最貼合童年主題的 真的就是喜洋洋 然後特別去做喜洋洋的這首歌 非說低齡跟幼稚 根據兩位長輩人定下來的順序 接下來春春組 我接下來要派的這一隊 他們的成績一直都名列前茅 哇 每次聽到這樣的介紹就特別給力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有請的是 吳嘉誠 古嘉誠 還有韓木博的組合 拿出那個氣勢 然後讓我們所有女生 都想衝上台去擁抱你們 好 加油 選歌上面 現在等於說選到兒歌這個環節 每一次BOSS團會有不同的主題 但是也是一個巨大的陷阱 你就隨著他的節奏去做 我覺得這完全不是做藝人的思路 各位 不錯 各位 這就是我想要他們做的 就是那個拽拽的驕傲感 對 驕傲感 做藝人最重要的是 他一定要在他這個風格裡面 所以即便是在童年的這個主題上面 無論怎麼變 無論怎麼童年 他們的都是皮皮的帥帥的 這樣的一種風格 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出現過樂隊 對 所以我想把他們做一個樂隊 所以灌籃高手呢 我就想要他圓取那個 就是搖滾的感覺 對 就是把那個灌醉的時候 我想要他是往前的 用愛把我灌醉 你注意一下 這樣子 對 我是想他中間的那一段 是那種比較激烈的 就是樂隊做的配合 問題就是說 他們都不太會樂器 只有環幕博會 所以那個編曲上面 肯定要有給他留那個 提琴的部分 大提琴的東西 是 以前看了灌籃高手之後 就開始打球 然後就開始學籃球 然後就開始瘋狂地打球 就像有一天能 比如說能進個競爭隊 大部分是OK的 細節又開始打和弦 能把和弦打完了 在緊湊地開始嗎 你整個手是單手在那是吧 沒有 我到時候是這樣 對呀 你擺好你的姿 是什麼意思啊 然後就是我都糊了呀 我就是關了到時候 你呢 就突然搞像了我這個地方 就不對那個強調 你呢 好 做一個楚楚可憐的樣子 委屈嗎 夠委屈嗎 夠啊 我自己的狀態 一直都很輕鬆 我只跟自己比 所以我也沒什麼壓力 你有問題那麼說話的嗎 就說 我說哪天進一月 就是被你記的 那你還不好好認真一點 他就是那種 全身都僵硬的 臉也僵硬 手腳也僵硬 跳舞也僵硬 就是整個都很僵硬的 古家城 換手 換一隻手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他是 就跟我有一點點相似 我自己 就剛剛參加比賽 出道那個時候啊 也是整個人崩得很緊 然後也是 沒有太多表情 臉也是比較僵硬 所以我完全能夠 但是他們會說 這個東西不是童年 有請 武家城 古家城 寒慕部 本節目由小羊乳酸鹽 獨家冠名 小羊乳酸鹽更解渴更好喝的 輕運動能量 本節目由堅持夢想一路挺你 康師傅紅燒牛肉麵特約 參與微信搖一搖 為少年們送火力助威 歡迎登陸獨家視頻平台 騰訊視頻觀看節目完整內容 有請古家城 古家城 韓陸伯 喜倫 頒呼 喜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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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亮的寂寞的黑夜 不管爱会将我撕裂 Crazy for you 别用爱将我换醉 将我毁灭 过去不能为你去爱谁 你都成为爱上了对吧 就你却不能反抗 别用爱将我换醉 将我毁灭 过去不能为你去爱谁 无论表面上有多坚强 被人生一起勉异难 恶诈 恶诈 别以为你还没梦到 别想我丢个派 我手中都不说 今晚会和你拼到底 今晚会不出道 今晚会不出道 今晚会不在哪里 你靠谱一眼 其中你的东西 把那个放进了狂点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就是 快点快去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我就是 我来干净你了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 我就是 我来干净你了 我就是 我来干净你了 我就是 我来干净你了 We will 我来干净你了 我们 简单 我来干净你了 我操作 我来干净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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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 將我毀滅 我已無論為你去愛上 無論表面上 有多堅強 非人可以心也遇難 I wanna die for you 好 好好好 好 大家好 我們是 中華三仙 哪三仙 沒聽懂 我是武嘉誠 我是來自廣東台山的海仙 大家好 我是韓沐伯 我是來自山東幾年大運河的河仙 我是古嘉誠 我是來自雲南昆明的花仙子 大家覺得鮮不鮮 鮮嗎 謝謝 掌門人為什麼要選擇灌籃高手 這麼一首歌給他們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符合他們三個人的 皮皮帥帥的這樣的一種定位 這樣的一種氣質 確實這首歌非常貼主題 掌門人的拉票時間 來 我覺得他們今天的表現 非常的有狀態 跟彩排的時候相比起來 會更飽滿一些 另外那三位少年也幫他們加分了不少 所以也特別地感謝他們 他們本身的表現 我覺得已經非常棒了 對 就不用再多說了 好 謝謝 齊哥 你有30秒的找茬時間 因為你們講話太狠了 我的小心臟承受不起 你現在還在童年嗎 長大了就好了 對啊 他們沒有童年的感覺 等一下 等一下 30秒找茬時間 隨便說什麼都可以 快來高手 應該是高中以後的對吧 不對 小時候嘛 看什麼時候出身了 看什麼時候出身了 那就很棒了 還有什麼好說的 跟你講講找茬 沒什麼茬好找 反正你們自己會找 加油 好吧 那現在到我們了 你們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想大聲說愛你去 說實話我不太愛聽 這一般的中文歌詞 因為我總覺得 跟原來的灌浪高手 有比較大的差距 那麼到今天各位的表演當中 其實熱血我還是看到一切的 但是你們偏王子了一點 其他的都非常棒 謝謝老師 恭喜你們 很棒的表演 謝謝 我今天好開心喔 看到你們 真的好棒好棒 整個就像演唱會的現場一樣 然後我覺得很酷很酷的 我真的就是覺得特好 Long Zone 我先說吳嘉誠 吳嘉誠 你的每一次演出 總是讓我那麼放心 已經是非常優秀的一個轉偶像 我希望你的光芒更加出目得彩 但是要帶著你的團隊一起 鼓嘉誠 可以跟上了 你的精神還有那麼一些有理 除此以外 今天的這個秀的表演 非常的完美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 來 請幫 分數投入 分箱 謝謝三位 請繼續加油 謝謝 我覺得個人的成長 才是這些少年們 在這個節目裡頭 最重要的經歷 而不被 其他舞台上很多 不一樣的燈光 或者是效果 去掩蓋他們自己的 才華 我有看到 但是我覺得 BOSS們沒有看到 所以這一點是我 特別傷心的 齊哥 要推薦下一組 我只是覺得 一個比賽 講話那麼狠 有點不舒服 讓我自己覺得 這支歌 就是太低靈了 他其實身上有很多 就是華人ABC的影子 我覺得直接把你們 推上一條死路 直接把你們推上一條死路 就覺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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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 加油 休息一下 要不要休息一下 BOSS團的點評 是不是太過於嚴厲了 可能更多的 他還是來自於 對於少年們的愛護 快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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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 走 走 走 整個人受委屈 我們非常難受 就想舉阿慰 齊哥 你們先出去沒感覺 準備一下吧 Danny姐一字一句 說在他們身上的東西 我覺得都跑到我心裡頭去了 因為 有很多的東西是為長門人 好像沒有辦法為他們 爭取到更多的時候 我覺得是我自己的一種失職 可能因為我自己本身的抗壓性 比較低吧 好 好 休息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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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哥回來了 來加油吧 3 2 1 休息加油 好 接下來要登場的是 齊哥隊 給我們介紹一下他們吧 這個禮拜他們有什麼不同 他們之前就是一些 暗黑公子的形象 但這一期他們要來走一個 笑草的形象 對 我們一定會給齊哥 一個很好的表演 是 但是超不超過那0.5分 不是我們說了算的 不關事 對 因為今天BOSS的狀態 感覺怪怪的 我們做好我們自己 對 又來的 玉樹林峰 唱歌楚楚動人 好 表演戰無不勝的 白樹 彭楚岳 蕭展 好 我們上午 一邊給你的招牌 為工作一邊給你的招牌 加油 警察0.5分 讓我們歡迎白樹 彭楚岳 蕭展 我是個在生活中 非常自卑並且自閉的 比較安靜 比較有一點點小孤僻 我幾乎大部分的 就是閒於時間 基本上是在看書看電影 泡咖啡廳 我只是單純地覺得 我有一種很深的被冤枉了 所以我會有那種感覺 所以我很傷心 今天可能白樹她 情緒上有點小波動 但是我覺得是好事 釋放出來 我覺得是蠻好的 然後我就跟她談心 我覺得說白了 就OK了 第二期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狀態只是 我覺得應該是樹兒 開了一個小玩笑 其實那完全 是一個朋友之間友誼的 之間一個小打鬧 其實她倆的底下是特別好的 就是谷家城啊和白樹 我覺得白樹她是一個 什麼東西都放在心裡頭的人 就看到她的眼神 我覺得她好像受了蠻多的委屈 那那委屈不管是來自 網路上也好 或者是BOSS團覺得 她不合群也好 你知道為什麼會被攻擊嗎 因為好 不好的攻擊來幹嘛 所以你就是這樣想就好了 沒辦法自己太優秀了 所以人家要攻擊你 你真的不斷地進步 真的沒有 沒什麼 OK 謝謝齊哥 就是齊哥一走近我 然後跟我說這種話是 就會有一種莫名的 很溫暖的感覺 想要宣洩就好好的大哭一場 想要把他們幹掉 就是把自己做得更好 所以一定要上升 一定要加油 這一期的主題是童年 所以就 登登就直接聯想到童年這首歌 而且特別適合三個大男孩 我想問一下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那個時候可以重複兩三次 因為這首歌太多人熟悉了 所以我想多一點互動的這種感覺 就是可以帶出現場氣氛 可以帶出現場氣氛 楓廚 肖戰跟白叔 他們三個人 基本上能力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就在現場的時候 我就是細調他們怎麼樣的 出場會更吸引現場的觀眾 肖戰你可以演壞壞的男生的一種感覺 壞壞的嗎 對 我想說你可不可以大概是在這個位子 推他過來 他坐下 剛好你就可以去到白叔那裡 然後肖戰出來 這一期的主題是童年 所以就有電動玩具 就是有曾經的操場啊 學校啊 扣事啊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特別適合他們 齊哥就是改了一些小形式 先是讓我是一個人在拍場談 然後他們要有一個出場的感覺 就是打破原來的設計 好 歡迎 有請彭楚悅 白叔 本節目由小羊乳酸炎獨家冠名 小羊乳酸炎更結合更好喝的 新運動飲料 本節目由刷出清新添口氣 雲南白藥易用清新牙膏特約 有請彭楚悅 白叔 肖戰 音樂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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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隔壁班的那個矮孩 怎麼還沒經過我的窗截 嘴裡的凌晨 手裡的漫畫 心裡初戀的童年 心裡初戀的童年 心裡只能是 隨便可以再上到一半 同手樂Rat 心裡初戀的童年 心裡初戀是個笑話 人與人都耳與我差 大家都不肯說真話 多笑吧 多笑吧 我就是不想給那麼快 原來是那種發燥的總裁 突然變成小棉羊的感覺 每天都沒關到 手上的還有個包包 就讓我回家去好嗎 就像一個天真的孩子 就算是做夢也很好 不要叫醒我 是 超大的 彼此人好 心裡糊糊的童年 總是要等到睡覺前 還是要等到睡覺前 總是要等到睡覺前 才知道開夜的書牌裡永遠 一寸狂一寸幾 老實說過曾經難買一寸狂一 一天又一天 一夜又一夜 你不得重點 一天又一天 一夜又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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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想回了 同年 他們小時候 你看黑板上面 一模一樣的動作 一夜又一夜 一夜又一夜 起立 謝謝老師 同學再見 老闆們好 好 同學們好 快上台 快快快 現在快快快 好開心 你去 是 他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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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哥 齊哥 就不要 為他們傷心 把想說話再說了出來 我覺得挺好的 這次人多安說話小心點 先讓他們把自己介紹完吧 對 當然 對 既然你誠心誠意地問 我就大發慈悲地告訴你 我們是 分作在宇宙銀河的火箭隊 康祝願 手上就是這樣 舒爾 請大家多多指教 結束 你們應該不知道 他們說的是什麼吧 你怎麼那麼壞呀 為什麼會給他們選這首歌 掌門人 這一首歌 有回憶以前童年的時候 我覺得 特別符合年少的時候 那一種 童趣 好 你了解他們的童年嗎 特別的 不了解 我們現在有他們童年時候的照片 我們都來看看他們童年是什麼樣 好不好 當然讓你們的掌門人 也可以猜一猜 這都是誰 德雲社 小地主 德雲社 這個小地主 是誰 這他們三個其中一個 當然 是誰 白樹 白樹 是不是從小就比較正派 從小就挺有福態的 這個我知道 這個比較妖嬌 紅主樂 對不對 臉型都沒變 好歷史喔 長大真的是 我小時候好像 因為我小時候比較胖 然後大胖小子 標配版 因為我成長的 你們怎麼會有我小時候的照片 這真的是華少嗎 這是我啊 髮型 髮型都沒有變化 對 而且最好笑的是 連髮量都沒有變化 是吧 不過剛剛我們對你們的童年 有了更多的瞭解 因為我們這些主題就是要融入童年 在我們正式給出我們的意見之前 齊哥 你有60秒的拉票時間 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 他們可以把三個人之間的默契培養得那麼好 我覺得是挺不容易的 還有這個小展 他一進來的時候 他特別勤勞地在練他的歌藝 可能有白樹跟彭楚樂兩個 比較大的敵人在那裡 但我覺得他也沒有輸給他們 而且反而激發他們的很大的動作 謝謝齊哥 春春你有30秒的找茬時間 按照慣例了 來 計時開始 那我今天其實比較驚訝的 反而是彭楚樂 因為他之前的造型 包括選歌 一直都是比較黃子 比較暗黑的 反而這場我看到了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亮點 謝謝 基本上沒在找茬就在表揚 在表揚 我和春春想法一樣 我也沒有想到像彭楚樂有這樣的一個 對 笑草的感覺 加油 謝謝老師 就你們在上面演這一段的時候 讓我想到之前呢 我的一些朋友他們演的一部 非常紅的電影叫夏洛特煩惱 就好像你們回到了校園時代 恭喜你們 很棒的表演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但是如果要說今天有一點點不足的話呢 可以不用說了 好好好 來 下一位了 你真的不說嗎 萬一我想說你已經說了 那就只有你得罪他而已 我就還好 對啊 剛才那個 你真的要講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這只是表演有一個不足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這個舞蹈的編排 有一點挑戰你們 這裡面讓你們跟伴舞互動的地方太多了 你們的這個互動過於頻繁 就會把你們的光芒給掩蓋下去 他們這兩個表演好像都有一點 給伴舞強到一點點風格 有一點 剛剛就看的時候 感覺伴舞的表現力會更強一些 我們還沒有強大到我們可以跟每一個人去互動 以後建議你們盡量地少去做不擅長 和不易於應付的事情 我覺得他們跟伴舞之間的配合沒有問題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一點點問題的話 是我覺得你們在舞台上沒有足夠感染我們 其實你們以前有很大的感染力 但今天為了不一樣 你們捨棄你們以前優勢的地方 這是我有一點點遺憾的 OK 反正我已經打完分了 我是很高的得分 我也打完了 既然是兄弟就站在一起吧 齊哥 我愛你 加油 謝謝你們齊哥隊的六位少年 謝謝你們 我真的沒有壓力 是挺讓人歡愉 而且會回憶過去的一段表演的 有很多時候我一直希望我的隊員 他們自己可以把他們本身個人的舞台魅力 每一期每一期每一期不斷地進步 我有看到 春春隊你們還有最後一組 你想你的壓軸 所以這是你今天很得意的表演 也沒有說那麼得意了 只是我覺得在音樂的編排上面 他們這一組的氣質感覺 不太適合放在太前面 所以我希望他們的節目可以往後面放 他們就是趙磊 菸雪佳和郭子凡 在上一週很遺憾他們排在第四也就是墊底 經過本週的偶像任務之後 他們與第一名還差三分 三位小王子請加油 刷新自己 爭口氣 那個 趙磊你們把那個外套脫一下 我看一下 好緊 就感覺這動作都打不開往上了 雙嘴 即便是在童年的這個主題上面 我覺得菸雪佳他們這一組就是小王子 所以他們的選曲 他們的編曲 舞美的呈現一定是小王子 三套了 第三套了 服裝我覺得還是白色的 顏色好看 菸雪佳 他是那種比較有個性的小孩 你是不是有什麼不開心的事情 什麼東西 怎麼今天一天看的都是這樣的樣子 我們大家都是同一條船上的 我不希望任何一個人的 就是不積極會影響到整個集體的一個成績 因為我們上一次的成績不高 一直說家家就是太懶什麼的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只是希望他能夠給我一點改變 你不要老低頭 我想聽你說 雖然說意圖上是好的 但總感覺就是 說了就會讓我更沒有自信一點 他們是自己爬軌道上去 就觀眾不知道他們在上面 直接降下來 不能說降了個空椅子上來 他又坐上去 然後再把它升高 然後到尖奏的時候 又把它降下來 就那個感覺就不太對 然後我覺得就是 他們如果就是有那個月亮 月亮的一個殼 其實是個椅子 月亮做了一個殼 然後或者有星星什麼 就是還可以有其他的掉點 你不要 你坐的時候 不要讓我看出害怕的表情 但是因為我就有恐高 而且還蠻嚴重的那種 燕許家有一點點小擔心 我覺得中間還是要體現他們 舞蹈的部分 因為這一組 現在體現舞蹈的東西更多 就是再往後 他們就要成為就是 舞人戰隊 他們如果沒有舞蹈的一些 培訓的話 很難跟上 所以我是想這一期開始 就對他們還是有一些 舞蹈的東西 動作可以再有力量一點嗎 對 繼續往後走 繼續 燕許家跳出來就是 個小孩的感覺 我非常擔心 我覺得如果前面有一個 比較短的一個小的VCR 這個時候小朋友出來了嗎 氣球 氣球給我們 但是我小朋友一直沒有過來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燕許家的小朋友呢 好像說是生病了 少了一點點東西 少了一點點 我去找一下 等我一下 春春說 要去拿一件秘密武器 然後我就還拿了 是什麼 大招 棒大招 喜歡掌門人給你的這個驚喜嗎 超級喜歡 就是很驚喜 到時候觀眾應該也會 有請燕許家 趙磊 郭子凡 我帶你去抓猩猩 猩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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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猩 我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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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你 妳教你 我教你 你教你 快點 那個 流泪 地上的玫瑰枯萎 冷风吹 冷风吹 只要有你陪 虫儿飞 快追 一双有一对才美 不怕天黑 只怕新鲜 不管累不累 也不管多难熄点 漂亮的 真的漂亮 天上的星星亮明 地上的玫瑰枯萎 冷风吹 冷风吹 只要有你陪 中海飞 花如水 一双有一对才美 不怕天黑 只怕新鲜 不怕天黑 只怕新鲜 不管累不累 也不管多难熄点 也不管多难熄点 我 张立文 莫立文 好棒 真的是很好的节目 这是演唱会的级别了吧 我们也掌声做给一些可爱的孩子们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可爱 哇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Yanshan 今年六岁了 Yanshan 你是怎么到这个舞台上来的呢 从深圳坐飞机过来了 那你今天来干嘛的啦 给我哥哥加分 哇 简单突破 简单突破 太可爱了 怎么了 春春 这也是 就是你的设计吗 对啊 在第一集的时候 我有留意到他弟弟的这个小的那个片段 今年六岁了 今天的主角不是我 是我哥哥Yan许江 我觉得是我们这个队的独有资源 带了一个礼物给你 是你喜欢的陀螺吗 谢谢 你这次过来帮他有信心吗 他还不知道我 你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他哥哥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对 他是谁 我没看清 哈啰 他是给你第七小的小朋友 原来是我弟 当时就特别开心的 因为完全没有想到他今天会过来 你看我为什么不兴奋啊 臭小子 好 难怪每人给他第七 对 给他一个惊喜嘛 那我觉得那不算一个大招吧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 一大一小的那种感觉 蛮可爱的啊 幸福的孩子 打赶金牌 一大招 严慎佳 你觉得台上四个少年加上你一样 谁是最酷的 我哥哥 那谁是第二酷的呢 赵磊 霍子凡有点 那谁是第三呢 好痛 我 那我们先请严慎佳小朋友下场休息一下好了 好不好 因为你哥哥待会要比赛 我们在下面看他比赛好吗 可以吗 好吗 好 谢谢 加油 谢谢你来 好了 三位 按照这一集的惯例 好像每一组都会有很特别的介绍自己的方法 你们有吗 好 哈啰 大家好 我们是 来自欣欣的龙王三太子 琴琴 好 我这次有礼物 给我的吗 给你的小王子们的 好 要不要 要要要 当然要 那你们过来拿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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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你们吸了 终于闹到我们了 下一次就是你们了 希望吧 不是这个 这是一个小王子最喜欢的玫瑰花的 然后呢 做成了一个铜的书签 也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小王子的纯真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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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们的掌门人把你们放在最后很有价值 因为这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节目里面 第一次有前倒小片 音乐结束之后还有放飞气球的表演 就是它的完整度 比之前所有的表演都要高 可见你们的掌门人在你们身上花了很大的精力 你们可以谢谢掌门人这样的感觉 谢谢掌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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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一支歌曲表演完以后 我们基本上看到了这个组合它的雏行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势 因为至少你们找到了组合该有的一种气场 和所要表达的一个目的地 今天特别想说的是燕许佳 你今天又是第一个开唱的人 唱功对你真的是一个难题 要苦練你的舞蹈和苦練你的唱功 所以一定要記住皮像的好 是你的一个让人记住的第一标准 但是一定也是你的双刃剑 是你的局限和限制 其他的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谢谢 今天你有一段话我是不能再认同了 就是其实在对于赵磊和燕许佳他们这一组 确确实实在唱功的部分 尤其是舞蹈的部分 是非常令我担心的 马上就要面临五人成军的一个局面了 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 没错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训练 我相信他们是会更加辛苦的 对 好 三位请把你们的分数都投入风向 谢谢 谢谢 谢谢常伴人 很可爱 然后很有青春的朝气 有小王子的气质 就是我觉得整体就还是比较惊喜的 我觉得观众听到的时候 也是应该觉得比较惊喜的吧 现在我们要让目前的四组少年 到今天为止的积分 有一个新的排位 这很重要 因为到下个礼拜 他们会直接影响 谁能成军 谁被冷藏 请工作人员收取BOSS团的评分 进行统计 各组少年已结束各自的表演 工作人员将对BOSS团的评分 进行统计 而两位掌门人也将回到各自房间 与少年们一起等待结果的揭晓 画上 八点一分 中身 九分 今天整体气下有点贴近 对 今天就开始低了 你想想下一场会怎样 下一场要爆炸 本来以为这场相对是轻松一点 我也是觉得 结果就是 本来童年就开心一些 结果是有一点点状况 七哥 七哥不要担心 我不担心 我会珍惜的 不要 丢下 不要再讲话了 再讲我又哭了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分数和排名 本周得分的满分是40分 包含10分的偶像任务分数和30分的舞台秀分数 这个分数累积上一期的分数决定三人战队的最新排名 有请春春队的搭桑 谷家臣 谷家臣和韩姆模 你们本周得分是27分 累计得分是69.5分 你们获得的最新排名是 第一名 恭喜 吓坏我了 接下来有请书棋队的拍档 夏之光 陈泽熙 丁俊杰 你们本周的得分是 23分 累计的评分是63分 你们最新排名是 第四名 一较之内 其实自己预判到自己第四名了 但是真的站上去的时候 真的内心还是蛮难受的 接下来有请春春队的搭档 丁许佳 赵磊和郭子凡 同时有请书棋队的白树 彭鼠燕 肖战 你们的本周得分是 25.5分 累计得分是67.5分 还是差两分 所以本周的名次是 本节目由小药乳酸盐独家冠名 小药乳酸盐更结合更好喝的 签运动米料 本节目由刷出清新增口气 云南白药亦优清新牙膏特约 白树 冯楚月 挑战本周的名次是 第二名 看一下舞台的部分 差距多分 严许佳 赵磊 郭子凡 你们的本周得分是 28分 累计得分 也是67.5分 你们并列第二 一样吗 一样的 一模一样吗 一样的 瞬间就 就看赵磊就把我跟子 都抱在一起 还被撞了一下 能重新演起动作的感觉 努力了 不一定会有回报 可是不努力 一定不会有回报 我希望我们三个人 能够保持一个 积极向上的一个形态 然后永远走下去吧 三任战队的排位战 到目前为止 这一集的最终排名 已经全部公布完毕了 第一名 吴嘉诚 吴嘉诚 韩木博 第二名 白树 彭楚月 肖战 和燕许佳 赵磊 郭子凡 第四名 夏之光 陈泽西 和冰俊杰 其中 春春队所战的排名 是第一名和第二名 而舒淇队所战的排位 是第二名和第四名 现在让我们有请 林宇春 舒淇 依依和白举纲 回到舞台 分数不是那么重要 我会觉得燃烧吧少年 为的是什么 就是从一个素人 怎么进化成一个偶像 不管你喜欢是白萝卜 还是红萝卜 他们都是萝卜 他们都需要一个过程 然后变成一个很好的萝卜 我希望我们这是一个 非常优质的天团 我觉得一个组合 更多的是看他们的配合度去打分 第二就看到他的进步的空间去打分 实际上他在舞台上的问题 大家都能看得到 如果我们都说你们好 你们不错 那么他们永远不知道他们问题所在 很正常 这就是比赛 我们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需要清除很多的心血 所以我觉得尽全力去 为他们做一些编排设计 用我的能力 可以帮助他们有更好的成长 可以走得更远 下一周的比赛 是我们三人战队排位赛的终极比拼 十二位少年中 有两位少年被血藏 四位少年面临分拆 如果第六七 我们突然降到第三的话 其实是熟悉队没有了 那一刻我就想说 我振作起来 去面对第六七的一个应战 下一周比评的主题是爱情 我们的掌门人需要知道我们的少年们进行戏剧的表演 并且邀请一位女演员完成以爱情为主题的偶像短剧的拍摄 同时你们还要知道我们少年完成以爱情为主题的舞台秀表演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优势了 我们第二名是平分 下棋是演戏嘛 棋哥影后对不对 所以就还是有翻盘的手段 我们希望能给他力量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台上 他代表着我们整个队伍 第一阶段没有实现的三连关 我们必须要拿回来三连关 至关重要的第六期的比评也在等待着你们每一位 燃烧吧 少年 燃烧吧 少年 下一周比评的主题是爱情 邀请一位女演员完成以爱情为主题的偶像短剧的拍摄 少年 感谢独家网络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欢迎登陆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收听独家完整节目音乐 登陆微博参与燃烧吧少年话题互动 投票帮助掌门人与少年当微博人气敌 欢迎登陆蓝题下官网 中国蓝TV腾讯音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与节目相关评讯 下载腾讯 网易凤凰新闻客户端 今日头条 扎盖的平台 过去更多节目信息 感谢百度贴吧 唱吧 兴趣风落 时事空间 手机QQ热聊 美如秀秀 北拍 天涯娱乐 橘子娱乐 雷石VOD 新闻早晚报的平台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 本期分数和最终的排名 今天第一位被血藏的少女是 偶像巨星李宇春 传奇女神舒启 正在抢夺十六位天赋少年 三 二 二 二 一 这么快 他爱我 就是这期训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